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澳車北上已經實施了 很多車主都申請 排長龍 而昨天當局公佈駕照互認會在5月16日起實施 當然有利加強澳門和內地的互動 有商界人士指駕照互認 預料可以刺激到內地投資創業異辱 希望昨天澳兩地政府積極推出優惠政策配合 增加深合區的吸引力 不過這樣說就好像跨了一點 因為投資創業主要是看有沒有賺錢機會 有沒有商機 不是說你可以駕車上去 就很多人上去投資 跨了一點 主要是看有沒有機會 不過當然最好撿的就是保險公司 多了人買保險 現在疊加駕照互認 所以預期駕照互認實施後 將會吸引原先 沒有內地駕駛執照的車主申請澳車北上 有保險業界人士說 暫時沒有針對駕照互認的保單 沒甚麼好保 但隨著越澳兩地往來互通便利 在目前政策措施不變下 業界相信今年內澳車北上的保單 會有三萬多張 你說是否肥仔水呢? 佔合資格申請車輛大約四成 而目前商業險作為內地交強險的補充 最多人投保的賠償限額是100萬元人民幣 即是說買一份交強險 他們好像是18萬、20萬就不夠賠 買多一份商業險 多數人都是這樣做的 那些單排車都是這樣做的 澳車北上 有人歡喜 可能亦有人愁 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澳門的車房 整車那些 和汽車零件行 因為他們實在太貴了 很多單排車之前和現在的澳車北上 相信很多車主都是用舊車去申請 想去玩之餘 順便修理車 因為內地的價錢真的便宜很多 有朋友的家10年Golf 大家看看這個膠蓋 在澳門換說要1500元 這片東西上淘寶 一搜尋就15元 可能你自己裝也裝得到 最多你上去換一塊水 人工得了 一塊水鬆一點便換到 有朋友的Benz 水箱流水 上淘寶買5塊水 再加2塊水 7塊水換到水箱 在澳門換五、六千元 都少不免 所以在上面整車 五份一價錢 十份一價錢 洗車也是 上去玩之餘 順便洗車 20-30元 便完成了 還洗得非常好 所以澳車北上的這項政策 對澳門的不同行業 內地的不同行業的影響 都是不同的 好,這集再見 如果大家支持我 我掃片尾截圖為馬 多謝你的支持 我掃片尾截圖為馬 我掃片尾截圖為馬 我掃片尾截圖為馬